今天是正月十五 元宵节 咱家包的是 羊肉馅的汤圆 咱家有一个习俗叫 天官赐福滚汤圆 这叫滚汤圆 象征着来年风调雨顺 去病去呆 你看这汤圆滚的多远啊 大小均匀 跟那小羊羔子似的 溜圆溜圆的 解啥时候开始流行 这位食物吃原料的呀 因为南北差异的不足啊 元宵有酸的 甜的还有咸的 起初都不吃元宵 你像在这个南朝的时候 吃的是这个动物油 把蒜的这个粥 到了这个糖烤的时候呢 吃的是面食啊 烤饼 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种淀粉 裹着这个果糖 有了元宵 一直流传到我们现在 吃元宵啊 就是代表着团团圆圆 日子越过越红红 标肥体壮来年又是个 活动年 吃元宵 我跟你说过完整日十五 咱这年就算过完了 你是上班的还是种地的 你是放羊放牛 你就该忙就忙去吧 该干活干活 该上班上班 该吃吃 该喝喝 预事别往心里搁 咱们放点香菜 放点葱花 咱那是羊肉馅的 それでは再做スク 老师 香不香 香 咱下吧 stressful 咱俩 日子 蟹 亚热 咱俩 Chef的 冰洋果 六阳果 咱那样 咱俩可以 我 照页师母 元宵佳节快乐 摄影师别拍那吃 哦吃